5月26号在天津大学的校园内 学生们集体抗议极端以及不公平的防疫措施 网传的海报显示 学生还计划28号晚在图书馆广场继续抗议示威 这个防疫政策已经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尤其学生的自由思想权力意识是很强烈的 不仅是天津大学 近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大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也先后出现了学生集体抗议的情况 而目前正值六四学运33周年 也令国际社会更加关注 每年的六四前后 都是中共的最恐惧最害怕的事件 中共现在怕的就怕的是 学生起来造反 就像八九六四一样 学生是最具备自由思想的人 他们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 所以中共害怕六四这种学潮卷土重来 现在有多个高校的学生抗议封校 他和当初六四的学潮要求实现民主化 他其实是不同的 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抗议 清明路线它依然是当局的一根政治红线 但是呢他也从另一面凸显了大众对这种清明的荒谬性 已经有普遍的认识 并且是一种普遍离处的这么一种态度 面对学生的抗议 天津的清明运动继续加满 27号宣布要全市继续封锁 全员核酸检测 新台人记者宇婷一如锐利采访报道